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降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就会和大家分享关海山的演艺人生 关海山生于1925年10月23日 出于2006年9月11日 关海山原名叫做关明国 又叫做关灵 很多人就称呼他叫做哈叔 他就是一个资深的甘草演员 另外他也是粵剧的老官 因为他也是参与粵剧的演出 关海山就曾经参加过300多部电影的演出 另外他后期也加入了电视台 就拍摄过很多出的电视剧 那么关海山就曾经憑这个电影 五亿探长雷洛传 就获得1992年香港电影金像奖 和金马奖最佳南配角的奖项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比较详细地分享关海山的生平 关海山是1925年出生的 他出生的地点就是广东省的广州市 而自小时他就跟随他的爸爸关耀辉 就去黎原粵剧团学粵剧 他就专攻文武传才的小生 就是专攻文武生 年轻的时候他的演艺生涯 就由粵剧开始 他就擅长饰演一些英俊的小生 或者一些达官的贵人 在抗日战争之后 关海山就移民到了香港 他早在1950年代 就已经开始参与电影的拍摄工作 一直来说他就拍摄了数十部 就是过百部的影视剧集 虽然他大部分的影视片 都是扮演配角 但是他的演出也都相当令人难忘 到1960年代 关海山有一些电影 他已经升格做首席小生 关海山的黄金岁月 其实来说不是似于电影 而是似于电视台的生涯 由1976年开始 关海山加入了无线电视 从此之后 他就参演了超过一百套电视剧的演出 跟电影一样 关海山大部分都是以配角的身份 来参与演出 一些经典的剧集 譬如《亲情》 《誓不低头》 都是他的代表作 到1980年代 他就重新回到电影圈 再拍摄电影 在电影里面 他曾经拍摄过 比较出名的有A计划 《辣手神探》 《蓝与女》 《家有喜事》 《五亿探长雷乐传》 和《天若有情义之天长地久》等等 关海山的影视作品 他属于性格演员的一方面 他的戏路相当中华 另外由于年纪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他在戏里面 大部分戏都是扮演一些父亲的角色 董事长的角色 甚至是医生、律师等等 此外他也演绎过一些低层的人物 比如在电视连续剧《龙兴鼠帝》里面 他扮演一个在街边摆档的小贩 另外在《横财三千万》里面 他就饰演一个铁打的师傅 在电影《天若有情》里面 他就做一个警察 在演艺界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在1992年 他就凭借着电影《五亿探长雷洛传》 就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南配角奖 同年他也得到了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南配角 至于电影票房方面 就以1992年的一套賀岁片《家有喜事》 就成绩最好了 在《家有喜事》里面 他就在里面做一个搞笑形象 扮演一个老人痴呆的父亲 这部电影成功地 票房有四千九百万 就打破了历来香港电影票房纪录的当时 关海山也落于提携后辈来见称 很多香港著名演员 比如吴孟达、刘德华、梁朝伟 曼子梁、郑玉、吴君渝等等 都对他非常尊敬 都曾经得到他的提携、指点 在2001年 关海山拍摄了一套电视连续剧 《公私暖时多》 这套小品剧是半小时的 就是连续剧 就是每晚都出的 但是在这套剧拍摄途中 他就中风 中风之后 从此就显影了 没有再拍电视剧了 在同年 就是2001年11月19日 无线电视 就在他们的台庆 《万千星花》 《星辉何台庆》的庆典上 关海山由尼孝和夫人手中 获颁《万千星辉演艺大奖》 以表扬他对香港演艺圈的卓越贡献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关海山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关海山的演艺人生 拜拜